我现在点了名字,大家准时进来的 大家进去google form,点了第一次名 一会儿中间我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是什么 一个多小时,我会有一个休息,让大家去厕所喝点水,看看远的东西 今天有心理准备,我们大概到11点左右 但11点之后我就一定完了,就算较不及,也不要长过两个半钟头 好,我们开始了,我们完成了第八课,3A,3B 第八课之后,第八本书 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些小品色,就是3C,4A,4B 你看到它里面不是很长,只是薄薄的,看到这本书 譬如我们今次讲的两课,那就完了这本书了 这个三课,这个两课,不是很长 其实它就想去交代那些chemical reaction 那些chemical reaction,其实reactant变product里面有些资料没有交代的 例如有没有放一些能量出来的energy,或者它的化学反应快还是慢 还有那些东西会不会回头 那这些资料呢,就是将那个化学反应更加立体的描述 那我们就会在这三本小品的书里面,3A,4A,4B里面讲的了 那根据去年和今年的速度,去年那班,刚刚考完DSE那班 我们就跟一年前他们已经进入到疫情,他们跟现在你们的处境都差不多 去到这个阶段,就是在补货,就是关于这个3C 好,那今天我们22号就会讲34货 那下个星期六,我们就会35货,那就完了这本书了 OK,那死不宜迟了,所以这一课的大题目也是很有兴趣知道 一个化学反应的energy changes 那究竟什么是energy呢? 其实energy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是可以做到事的 can do work,那当然我们最常感受到energy 其实就是感受到热,那你怎样感受到热呢? 因为在我们初中的时候,你知道就有热,有light,有 sound 有electrical energy, kinetic energy, potential energy 和chemical energy 我们作为chemistry,我们当然最有兴趣的就是chemical energy 另外就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都是 这些能量都是以一个比较普及的能量 就是用heat的方式去在我们生活演绎的 另外还有一种,其实我们学了的 就是electrical energy,电,如果你记得我们testbook 2b那本书,其实就是去讲电的,是吧? 讲电解,电的转换和chemical energy 所以我们怎样将chemical energy 转换做electrical energy 这些的呢?其实我们在testbook2b都有讲到 来到我们这个testbook3c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兴趣想知道 就是chemical里面存了很多chemical energy 好像很抽象 怎样可以把这些能量全部吐出来 我们去知道它究竟有多少呢? 而其他那些呢?其实我们就没什么兴趣了 Chemistry 这些留给physics 慢慢去研究了 Chemistry 我们主要就是看这几种能量 好了,那既然说heat是这么重要呢? 我们要计一计heat 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温度上升的时候 究竟里面有多少heat energy呢? 所以我们发现原来有三个factor影响 第一就是那种是什么chemical 第二就是有多少 第三就是上升的温度 OK?很多时候有多少那种 就是how much 这种我们会跟Mars掛勾 就是当Mars越高 能量应该就越高 OK?另外温度如果上升得越高 能量应该都要高 所以上升我用Delta Delta T 代表Change in Temperature 所以上升的温度越高 应该有的能量 所谓的heat energy也会越高 而且原来不同的物质 它们吸收的能量 升的温度都不同 这个我们就有一个数 有一样的去显示 那个叫做heat capacity heat capacity 对于你来说 你知道的定义就可以了 那就是heat capacity 其实就是用大C heat capacity就是Q Q就是放的热能heat energy 而就是改变温度 当它改变温度和热能heat energy 做了一个Ratio的时候 你发现原来和一只物质 它们的heat capacity 会一样的 就是它的Ratio会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除完之后 和它作了个名叫做heat capacity 就是那只物质 究竟它会吸收完能量之后升多少 你看到我们将温度上升 放在坟母 通常坟母一锤 就会归一做一 所以上升一度摄氏 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多用 在这一课里面 我们就用上升1k温度 1k温度 Delta temperature 1k温度 其实就等于1摄氏的温度 所以基本上它们的单位是一样的 但是当然数值后面不一样 这些如果有读physics 就应该会多些的 CAM我们用它就算了 所以你记住Delta temperature k温度 如果是摄氏 这个叫绝对温度 这个叫做absolute temperature 那个单位 Calvin k 就会一样的 你看看单位 因为考试 如果考这些 会给你一个单位 你看到 drill代表能量 per k 就是over 一度k 它需要吸收多少能量 这个就是heat capacity 所以如果别人给了heat capacity 你乘回那个 per k 乘回那个温度 那么k和per k 一约了 正低的就是zo 就是等于能量 所以你要知道能量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 那个heat capacity 乘回Delta T 就是这条石 可以吗 我先清一清画面 所以 最后我要你认识这个 这个是关于热的 我们最熟悉这个东西 用手摸一下 温度升了 如果我知道那种物质的heat capacity 我们其实就可以乘回上升的温度 就知道里面多了多少热能 heat energy 多了 是多少呢 好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刚才说 重量有关于how much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那件东西有多重的话 我们可以归一下重量去的 ok 那所以呢 如果我 你看看这个单位 这个叫做specific heat capacity 公开试比较多用这个 这个是小小小 不要跟concentration的小小小 这个也是一个大小小小小 一个heat capacity 一个specific heat capacity 你看这个单位就是什么 每一克的chemical 就上升一度k的话 他需要多少能量啊 Joh 是吧 那所以呢 如果你乘回重量给他 再乘回那个上升的温度给他 你就可以弱了那个单位 剩下的就是能量了 所以你看到呢 这个specific capacity 整个mass 整个delta t呢 其实一样就找回那个heat energy 所吸收的那件物件呢 究竟里面多了多少的热能 ok 那讲公式呢 就没什么味道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做下个例子 ok 所以呢 筆记的第一板下面那里 就举了个例子了 那就是 那现在有一件物件呢 那今次我们不用水了 其实这一货里面 用水去吸那些热能 去计计它的heat energy 那今次我用aluminium 一只aluminium的金属 现在一gram了 那现在呢 我就给呢 给那么多的能量 这个就是q 这个就是个热能 我们知道给了多少热能 这个呢 就是个m ok 那我们就量一量升高了多少温度 这个temperature increase 就是delta t 就发现它上升了一度k 也就是一度攝氏 就是一样的 就是delta的意思 ok 那你发现呢 那如果我们有一条式的 就是那个q就等于c 乘以m乘以delta t 是吧 譬如是0.90兆 是吧 那所以一乘一乘c 这样的c就等于这个 是吧 接着那边呢 就是0.90兆 是吧 然后呢 那个的pergram 是脱回去这边 percate 那就出到这个specific heat capacity 那所以呢 透过这个这样的转换呢 那这条式呢 你可以透过那个单位 啊 其实就可以吞吞这条式出来 那所以呢 Q仔就是它吸的热能呢 就等于这个specific capacity 这个也可以 刚才是对的 剩下1到1g 剩下1个delta t 上升1到k 那其实一样计到这个0.90兆 好 那如果有一个是1.80兆 是吧 那它现在上升2到k 那如果用specific capacity 那这个Q仔 今次的Q仔就是1.80g 就是兆了 是吧 但是这个specific capacity 是没有变的哦 同一种物质 重点 轻点 大点 小点 它上升的温度高点 低点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specific capacity 是一个constant来的 不变的 OK 那成了呢 现在它譬如上升2到k 那你可以计一计呢 它有多少个mass OK 那所以 那当然你发现这个mass 其实都是1g 是不是 所以就会双等的 好 那当然了 你发现这个specific capacity 其实就是和什么成正比呢 你发现这个specific capacity 就是和那个heat energy 成正比 OK 如果其他因素不变 那当然了 这个specific capacity 亦都是和那个mass 和那个delti 成反比 所以当这个下跌 这个会上升 是不是 或者呢 另外一条式就是这个q 等于这个 所以当温度改变越少 那specific capacity 就会越高 当能量不变的时候 OK 所以你发现 用这个关系 你就会看到 它们的数据上面 是成正比 还是成反比 好 去第二版 OK 那我们最关心 其实是水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想知道化学反应 我们很有兴趣知道 一个chemical的反应 去放了chemical energy 的时候 那些energy很多时候 就变成heat energy 那这个heat energy 就是刚才计算的q 来的了 那我想知道 它放了多少 我就知道 里面的chemical 少了 或者多了多少 chemical energy 其实就会用mcdeltate 刚才那条公式 那我就知道 我就尽量用些水 去吸收 去里面的能量出来 那如果吸不完 那就不准了 所以我就会用水 那我就会想一下 究竟水有多重呢 又用了多少 那水的specific capacity 多少呢 然后我们用 温度升了多少 你就可以量到 我用的水吸了 那个化学反应 吸了多少 那水的specific capacity 算是在物质世界里面 算是非常高的 4.18J 每上升1g 上升1度摄氏的水 原来要吸4.18J 那么多能量 这个就是水的specific capacity 所以这条公式要记 就是我们放的热 OK 那 deltaT 我们是量度回来的 用一份mometer 就要把final和initial的reading 去量度 很多时候我们低连班 用那个当然就是用摄氏 一个化学家 或者一个物理学家 一个scientist 但是后来发现用摄氏 做很多数不方便 所以后来就说 Kelvin另外一个化学 一个科学家 他就发现 将那个摄氏 对换到 这个Kelvin的绝对温度 这样就好了 那摄氏和这个Kelvin scale 那个数值上面 是相差多少呢? 其实就是相差2,7,3度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摄氏 加2,7,3度 那个温度 就是Kelvin scale 那个温度 对不对? 不过我发现 如果有一个initial 的degree celsius 它是2,7,3度 加回Kelvin scale 对不对 这样说 应该这样 如果是initial的温度 如果是Kelvin scale 是initial的摄氏 再加回2,7,3度 OK 而final的温度 就会是Kelvin 就是摄氏加回2,7,3度 所以如果我将本来摄氏的双减 delta t 和Kelvin scale的双减 我试试减一下 那你发现 27,3度和27,3度 大家都加双减 就弱了 结果你发现 就是Kelvin scale 的final 减回initial Kelvin scale 其实就等于摄氏的final 减回initial 摄氏的 结果你发现 就是delta t 的Kelvin 其实就等于摄氏的 所以为什么会相等 就是这里说的第九点 就是无论delta t 是用摄氏和华氏 都是一样 其实就是因为 它们的双差一样 双差的双差 就会是递消了 所以刚才我说的 就是原来 0度摄氏 sorry 应该说Kelvin scale的0度 0k 其实就相差 我们最熟悉的摄氏 是273度 所以我们将摄氏 加回273 其实就会变成Kelvin scale 绝对温度 认识那么多就够了 再认识下去 那些就是physics的东西 ok 所以你看到这些 如果是delta t 你可以当它是摄氏 或者K 都可以 因为delta 是一样的 对吧 那不如我们试试 第三版 第三版 我们先翻译一下 现在fine amount of heat energy 就要找个Q 好了 Increase the temperature 那你发现 由17.6度 就去到50.4度 即上升了温度 我们计一下delta t 是不是上升了几度 就是50.4度 到摄氏就减17.6度摄氏 是不是 所以 就是减一减 那么 所以减完之后 你发现 应该32.8度摄氏 那么delta t 嘛 32.8度摄氏 其实就是32.8度k 一样 是不是 就是delta的单位 一样 delta t 无论是摄氏 还是k 都是一样 这些我们要洗脑式 记住 行不行 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physics的角度 去解释 无端端弄了一个新的单位出来 就是温度 所以要说一点个结论 但是未必说实验的背景 好 另外 还记得 q 等于m c d 所以 刚刚处理了delta t 要处理了m 和c 其实他给了c specificcapacitive water 就是c OK 水 他还未给了g 但是他给了density 看单位 density 就是我想要glam 但是他多了percm 的volume 所以他乘回volume 其实就可以弱了percm 就只有glam 所以你看到 有时候这些 你乱乘也好 是不会违背单位的 所以看着单位 有时候真的不记得了公式 看着单位都懂得成 不过当然你做得多 你会背到的 因为我们计算的数 都是见惯见熟这些数 好 所以你发现 将density 乘回volume 是吧 那你就会发现glam percm cube 乘回cm cube 那你就会弱 percm cube 那剩下就是g OK 小心 我们的单位是glam 我们的specificcapacity 是perg 所以就不像physics physics 一定会把它变成kg 你就不要把它变成kg 用回到specificcapacity的单位就可以了 好 那来到大机局 刚才计算了glam 就是100g 原来100cm cube 的水就是100g 然后specificcapacity 也给你了 好 还有你的delta t 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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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看到glam 这个是我们现在说的热能最终用的单位,kilojou 我们不用这种,我们用SI unit,国际标准 另外,这个就给你做多一条,然后你回家做两条 我们试试做这两条,第一条,what is the amount of heat? 这个是50g的水,要给了水的specific capacity 这个是4.18jou per gram per k,看着单位,这个就是C 好了,这个是gram,这个比前面那条,要给density成volume 这个直接给你了 好了,这个由0到100度,要计算density 所以18-0,就是100 无论Degrees Celsius也是k,可以吗? 可以给k我,可以用k,所以这个是100k 好,那你试试塞回去 所以Q就等于mc delta t,OK? 所以50g,4.18,抄回单位最稳定 100k,好,那你发现gram和pergram就等于1 k per k和k约就等于1,剩下就是Jou 好,乘一乘,50乘1.18乘4.18,所以等于这个 这个其实已经是答案了 如果再漂亮一点,除1000就变成kilojou 哦,原来那些水升到那么多温度,那么多度 100度,原来要吸那么多能量,是不是? 再准一点,50g的水要由0度的冰 是不是?不是冰,是水 0度的水要煲到滚100度,原来要吸20.9kJ 那么多能量,OK,好,下面那条 我们玩一下其他,208J 这个就是Q 是不是?今次不是计Q 今次给了Q 好,今次是couper 这个铜的重量就是小m 是不是?现在的温度由25度 我们这货对温度升还是降 很敏感的 25到60大了,那就是升温了 是不是?要计一个delta t 是不是?60.7-25.0 是不是?那单位是degreesalesesales 或者k都可以了 好了,那有delta t 是不是?有个m 有个q 唯一没有的东西就是c 好,所以先设定一条式 是不是?那条式就是q 我用的q 我用的q 等于mcdelta t 是不是?那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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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就是q 这些数字不深的 不应该考试的时候 失去分 知道吗?因为有些cams的东西 例如3b 有时的同学觉得深 有这么多organic reaction 如果失去分 你这里又失去分 你成份本没有分 所以这些energy 不算复杂的东西 不过需要一些时间 像我这样做完一条做多两三条 你就开始熟悉它 还记得 我一直跟你说 第一步要明白 明白了一条公式 mcdelta t 就等于q 明白了不够的 要用一下它 用一次用两次都不够 不够用五次 用十次多多加油 你的 Forschers 他才维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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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install undик 我发现第二次试试的时候,有些同学写回来,他说自己在第几阶段,很多同学说自己在第二、第三阶段,有些同学说自己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阶段 有时候我想为什么这么有趣,阶段这么变化多端,我后来想通了,其实在不同的题目,可能你在不同的阶段 有些题目可能你还在第一阶段,但有些题目不是很深,你又接触了很久,可能去到第四阶段也不出奇 所以有时候都很诚实去问自己,我今次低分,我是不是一大土地呢? 还是其实是哪个题目弱呢?所以接下来试试,其实我和Ms. Chan在做这件事 第一,要让你们试试《Paper 1和Paper 2》整个公开试的全版本是如何的 《Paper 1》两个半小时,考什么东西 《Paper 2》就一个小时而已,主要考两本书 不过我们暂时来说,就快搞的第八本书就是考那里的了 今次回到试试,我们的第八本书就会出两条的,第一条和第三条而已 第二条就不会出现的,因为公开试你都不会做第二条的 公开试有1,2,3,3条而已,我们只是教第六本书和第八本书就是第一和第三条 有些同学不知道我讲的什么,要经历一下,对不对? 那你不要去到明年考试,都不知道自己在考那份什么书 接着公开试就去了,那就太草述了,不明白? 所以要问一下,我和Ms. Chan在做什么呢? 除了让你经历一下一个全版本书之外,那些同学读得很吃力的,我们明白的 但其实是一个检视自己现在读到这个时候,哪一本书是你弱的 我们就希望争取时间在暑假里面,自己读好 即是去检视了自己在哪里弱的时候,这个暑假很好越善用它 我不是很想去考试才发现,原来这个题目这么弱的? 真的忘记了,原来要处理这么多货,自己不行 但可能一个月后就考DSE,没有时间给你修正、调整、努力 那压力很大,我觉得在暑假,都尝算是可以偷一些时间,对不对? 接着第三条,第二条,随一随就可以了 记住这些单位要小心 所以写足单位是这一课的重点,写unit 那些同学读觉得很烦,写unit 尽量skip了它,但有时候skip了那些单位就很牙烟 因为有时候KG和G相差一千 那些项目是适合的,但有时候差一千倍,那你就算错了 另外,initial temperature,有一个温度,initial Ti 这个是Gram,这个是M,这个Ti 好,接着呢,这个是Q 好,现在要找个final temperature 对不对?TF 对不对? 所以还记不记得,它给了我 然后呢,spacist capacity of that chemical 就是ethanol 这个就是个C仔 还记得,Q仔等于M,C,delta,T 来到这条开始,你相信这条真的要背了,对不对? 那,给了你Q仔,M仔,C仔 只是delta,T没有给了,所以delta,T等于Q,M,C 对不对? 那么delta,T其实就是什么?就是final 减回Initial,Initial给了你的是22度,对不对? 那你22.0,对不对? 那你用这条式的计算一下,你就算到了 你抄下这个数值,好吗? 你不要抄我的答案,抄我最后的答案 抄下它,最后呢,你算到final temperature 是30.9度,不要抄这里,这里不要抄 因为我要你自己做 好,接着第四条,不要抄,现在抄下第四条 第四条呢,我不跟你慢慢说了,抄下这个数值 298kJ,OK? KiloJ,可以吗?抄下这两个就可以了 我多给你10秒钟,298k,OK? 其实都是用这些数值而已,对不对? 那所以呢,我相信你能做到的 好,可以吗? 好,这样吧? 那,原来呢,我们现在把焦点放在 heat,就是那个Q,原来是mcdelta t 一会儿我们会用这条式的了 好了,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去看看化学反应 究竟那些化学反应呢? 进行化反应的时候,chemical reaction的时候呢? 那其实,它就是将一些chemical energy 这个chemical energy对我来说很抽象 是不是?在一些chemical里面的能量 我喜欢什么能量,是不是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呢,如果进行化反应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放了一些火力的能量 就是那个Q,是不是? Q刚刚我发现呢,我们用physics的成果呢 就是刚才有一条叫mcdelta t的公式 其实可以透过量度这些资料 是找到去放那个Q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我知道它放多少热 那么跟它前面那个里面内部chemical energy 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就要用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很重要 这个观念呢 这个观念很重要 为什么会掉了? OK,好 好,我去反应版先,跳回去 好,你这个观念打五粒声啊? 这个呢,就是能量不灭定的 Conservational energy 这个再比较劲一点的名字 有个law的 The law of conservation energy OK,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知道 Energy cannot be created nor destroyed 只得change的 不能创造,不能毁灭 只是transfer change 就是transfer的 是不是? 所以你发现这个世界的total energy 是不会变的 不会多了,不会少了 多了一定有人少了 少了一定有人多了 因为加起来等于零 OK 所以我们发现 那个total energy不变 所以刚才你来了 为什么会放一些热 那些热 那些热 一定是来自 根据能量不灭定律 其实应该就会等于 他里面的chemical energy 的能量 因为能量不会多了 他无端放了 热的能量出来 他应该本来就是chemical energy 而能量应该是相等的 OK 所以chemical reaction 他其实就会transfer的energy OK 那他就会放出来 OK 那我们就会这样说 他就会由一个system 就放了出来 去surroundings 那里的 OK 我们chemistry 我要把它变回chemistry 要不然你看不明白 这些physics的字眼 什么system 在chemistry里面 的system就是chemical reaction 的mixture 就是chemicals 对不对 如果再说得清楚一点 其实应该 这些能量应该就是 存在 其实存在 在这些chemical里面的chemical energy 对不对 那很多时候 其实就是 chemical bond 对不对 就是Ionic bond Cowellian bond 这些就是chem的东西 读physics 读bion 读bion 就不会和你看这些东西 都会说能量的 by all 是吧 说respiration 是吧 都会说放些能量 那些细胞怎么存能量 是吧 人体怎么存能量 是吧 那些植物 那些 by all 也有说能量 说的能量 就是说这些 Cowellian bond Chemical 里面存的chemical energy OK physics 就更加说很多能量 是吧 OK 那这些能量 其实在这个系统里面 其实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是很难处理的 因为鬼知是什么 在chemical里面 譬如在杯水里面的水分子 水分子 里面存到的能量 我们不太知道 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 surrounding的世界 surrounding的世界 其实就是我们做实验的世界 就是那些chemical 放了能量出来 就是我们感受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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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的温度 所以其实再说得清楚一点 其实就是那支 vermometer 量度到的世界 你写下 vermometer量度到的世界 或者你量度到的温度 或者我们最后很希望找到 delta T 当你找到delta T 其实就找到Q 因为你刚才学了这条式 mcdelta T 当你找到这个 又知道那只物质的specificcapacity 又知道那只物质有多重的话 你成了 你就可以找到那个Q 那个Q 根据能量不灭定律 这个Q 就应该是来自 它里面 我们量不到的chemical energy 就是可能在covillain bond 所以我们就用这一幅图表达 所以我们就用这一幅图表达 好吗 那 就 等一下 噴出来 好 好 继续噴进来 好 你看到我笔记里面有一幅图 这个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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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了 没有东西在这个世界以外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宇宙 地球 我们都在里面 对不对 好了 现在我们把焦点 放在这个能量 那你就会发现 我们最有兴趣的就是那些chemical 那 所以呢 这个system 就是chemical 里面的世界了 OK 那就是chemical bond 那些了 好了 那看到有个虚线 就是里面的chemical energy 有机会进行化反应 会放了出来 有那些chemical 放了出来的时候 它就去到一个 surrounding 有一个s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 先画一支phermometer 那我们就可以量到 这支phermometer phermometer 那我们就可以量到delta t OK 所以刚才说 透过这个delta t 就成回刚才那条式 mcdelta t 找到一个Q Q 就应该是等于 那个chemical 那个system 里面的能量 就应该等于Q 就是放出来 因为它放出来的能量 是不是 就应该等于里面没有了的能量 所以外面多了的delta e 就应该等于里面少了的delta e 因为多了和少了加起来就等于零了 OK 所以这样写好像不是那么好 我应该查了delta 所以里面少了的能量e 就应该等于上面多了的能量 是不是 所以多了少了应该相等 所以这个世界的整体能量是没有多的 因为整体能量是等于无改的 这个其实有个名字 刚才说的 The 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所以chemistry 我们要懂得有两个很重要的物质不变定律 第一个就是能量不变定律 是不是 这个就是forE4服务 34或35 forE3C服务 另外就是物質不變定律,就是matter 即是最行化反映物質的atom不會多了會少 這些就是balanced equation 你發現atom不會多了不會少了 所以balanced equation就看到裡面的chemical 那個mass 或者number of atom不會多了會少了 其實我們chemistry主要就是由這兩種基本的law去堅守我們的balanced equation和計數 所以chemical energy其實就是transfer energy 然後你要懂得system的世界就是mixture的chemical的世界 而人類 所以我們做實驗的人其實就活在在chemical以外的世界 我們不會放到vermometer進去chemical裡面的bond 所以我們只會放到vermometer在chemical以外的 好 舉個例子 譬如撞車了 那為什麼會保護到人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air bag 這個air bag 有一個safety air bag 就在車那裡 那它就進行一個化反應的 就是這個NAN3 那一反應的時候就會出sodium和nitrogen 這個很重要是一個氣體來的 所以它就會這個NAN2就會快速 這個反應很快的 是很快的 所以它在半秒之內就可以將這個air bag fill up 好了 我們發現當這些氣體 fill up的時候 它為了令到這裡充氣 其實它們會做了一些事情 我們說有work done的 所以它放了能量的時候 這個chemical其實放了一些energy出來 這些energy會用什麼形式演化呢? 除了Q仔 就是變了做熱 就是mc delta t之外 其實它也有機會可能做了一些work done的 例如將這個air bag這些氣體 將它充氣吹氣 你用嘴吹氣球 是不是浪費很多energy才可以吹脹氣球 所以你要將氣吹脹這個air bag 其實那裡做了一些work done的 如果我們想計這個chemical放的能量 除了要計量一下delta t之外 其實我們有時候要計算 如果有氣出 不一定有氣出 如果有氣出的那些就比較複雜 要計算work done 所以我們有一個叫work 就是system向外推了力 system向外推了力 有一個force 當force走了一個距離 我們發現force乘以距離 就等於work的了 或者我剛才說的work done 這個就是能量來的 所以如果有氣體向外膨脹 我們發現能量就會複雜化 變成熱之外 變成這些 其實我們不是很想發生這件事的 所以在dse程度 在我們dse程度 我們盡量 希望計算那些數 全部沒有氣體產生 最好 因為有氣體產生 原來要計算這些physics的數 這些我們進到大學 去到大學U 我們才去處理這些 所以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去計算那個delta E 就是說很多時候 internal energy 你可以當它是chemical energy 一個化反應的時候 當那個system System就是那些chemical 那些chemical 它將裡面的energy 其實就是chemical energy 當它釋放的時候 它就有機會 以這兩種能量 去向外散發出來 這個能量的時候 這個散發出來 剛才說的 裡面system的世界 少了多少能量 它就會根據能量不滅定律 在這個surroundings 就會多了多少能量 應該是相等的 因為我們裡面的enter energy 是找不到的 你伸不到任何東西去量 我们唯一最能量的就是量度T 所以当我有DT乘M乘C找到Q 我们最能量的就是做实验去量度 我们找到之后我们就希望Q就等于里面放出来的能量 我们希望里面的E少了就等于外面世界的Q多了 所以我们最有兴趣,这些字眼很欺人 这些内容对你来说没什么感觉 你可以暂时当它是化学能量 当然这些化学能量是存在氧基础中 而且是有时候化学能量会动,会震荡 那些动能量都不少了 那些我们统称就算了,我们叫做化学能量 因为我们在读化学,所以我们应该最关心这个 所以Change in Internal Energy of System,我经常和你翻译 那些 chemical 里面的Delta E 改变了增加或减少的话 你会发现它转换出来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Q 和Work Done 叫W 这两样东西,这个对于我们DSE来说 我们就不是很懂计算的 就是什么Forcing Distance 这些不用了,读Physics Physics也不用计算这样的数据 去到DSE 以后入到大学才处理 我们最能是希望这个 所以我们很希望这个系统没有弃出 No Guess 那我们计算就会准 所以你会发现它教你如何计算 那个Work,什么positive negative 这些实际上说一下就算了 实际上计算就不用计算的 如果它放的能量 这个系统是work done on the system 你会发现那就是说 这个系统的那些chemical 在外面呢 按那个系统 就是外面用一些压力 那就是用手压力 那里面就压一下压一下 里面就有多能量 所以你发现那些系统的能量 会更多了 上升的E会更多了 可以吗 反过来 如果那些热放出来的时候 顺便会令到那个system 我用这个字眼 system膨胀的 其实说来说它不是有气出 是不是 如果有气出 它会膨胀 我们就会发现work done by system 那些能量就会用了部分在work 那那个system 那些chemical 那些chemical的能量就会 我们计算的时候就会浪费一些 在work done那里 所以你会发现就会少了 下跌了negative 所以做这些又增加又减少 又work on 又败 这些很混乱的 所以我教你一个想法 就是想着主角 我们读chemistry 我们的chemistry 我们的chemistry的主角 当然是chemical 所以我们经常说 它什么增加又减少又减少又增加 其实就是说不是我们的世界 而是说那个system里面的世界 就是chemical的世界 就是这个 回来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 那些chemical 那些chemical 最关心的 其实就是那些chemical reaction 那些chemical里面的世界 就是个system 那也是那样 但问题就是 unown 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透过我们人 量度那些formometer 那些世界 找个delta t 我们找到一个Q Q 等于mc delta t 就找到一个Q 就说它双等 那就知道了 它这里升了多少 外面的世界 我们认识到多少 热多了 我们就知道 里面的世界 就少了多少 那个就是delta e 就是internal energy 是不是 里面的就是internal 你射下去 里面的就是internal energy 也是我们低廉班 经常说的chemical energy 所以当外面的世界 热了 那些chemical 里面的chemical energy 就会少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整天都好像人格分裂 是不是 要增加 减少 减少 增加 为什么整天都好像反过来 就是因为我们说的 增加减少 就是说的 surrounding的世界 但是很多时候 减少增加的能量 就是那些chemical 里面的世界 所以要搞清楚system 和surrounding 这两样东西 对不对 OK 好 这个位置都是concept的位置 所以未去到应用位 你就会觉得有些抽象 OK 但是不要紧要的 慢慢下去 你看回头 你会更明白 好 最后一句 第十点 就是第四版 最低那句 它说Delta E 是大过0 记不记得Delta E 其实在说的 就是system 其实就是chemical 所以当我们说的 那些energy的时候 就是chemical 如果大过0 那就是chemical 里面存的chemical energy 多了 或者我们这一课里面 喜欢说的 internal energy 其实就是多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会多呢 能量是不会多 不会少 只是transfer 所以很明显 它的能量多了 一定是来自surrounding 的 OK 所以你可以画公仔 画出场的 就是system 是不是 就是由surrounding 那里 走了那些能量进去 是不是 令到里面的Delta E 那些chemical 是比较大了 好 反过来 如果我们说 有个system 它的能量少了 那就是说 那个chemical 是不是 就是system 那些chemical 我们始终要找到Chem 你才会明白 要不然 这些delta E 最后一给你个化反应 你不知道是什么 那些chemical 里面的世界 如果Delta E 是小过0 就是减少了 那你就想一下 能量没理由 突然减少 它应该走了 所以应该有些能量 走出了 这个surrounding的世界 我们就是活在 surrounding的世界 那我们立刻找东西量量 我们就会用 vermometer量量量 那我们就量到Delta E Delta T就升了 OK 那我们还可以算一谈 mcdelta T 其实呢 就算到Q 那Q 就是刚刚算到 去放了多少能量 所以这里也是 这里升了多少能量 你就会发现 Delta T 就小了 因为那些能量 走进去 那些chemical 那我们的surrounding 就是我们活在的世界 但是温度就会低了 是不是 所以你量到能量的Q 就是mcdelta T 其实就会负数小了 是不是 那小了去哪里 就进去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 那个里面外面世界 就是用这个双等的公式去看 行不行 不过 先不要 我们够胆说Delta E 等于Q 就等于mcdelta T 今天上午就最重要的一句 你捨得去 我们这样说 其实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假设 就是 武器产生 对不对 武器产生 所以就不会有所谓的work 灯 哎呦 掉了个keyboard sorry 好 先回来 在这里 好 稳妆起见 稳妆起见 可不可以找个同学开咪 或者看不看到powerpoint 哪一个方便开咪 或者一两个同学 看不看到powerpoint 哦 谢谢 好 所以 所以一定要武器产生 就是说没有work done 没有work 对不对 没有浪费了能量work 因为我们在DSE不懂计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work等于0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work等于0 我们DSE才会计算的 否则我们就计不到这个关系 知道吗 好了 那现在我们怎样可以去做到呢 就去第五版了 那我们呢 其实我们计算能量的时候 所有的化反应 我们很多时候去计算 怎样可以计算到没有work done 其实某程度上 就是刚才说有够东西 对不对 不要有气产生 对不对 那另外呢 有时候你把东西包住 焗住 那些能量呢 都有机会 焗住 去向外推 那里有work done 有work done 有work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close了去 塞住 比如我们用一个stopper 把东西塞住了 进行一些化反应 有气出 如何捞住 这里呢 有机会放热 令到气体膨胀呢 有work呢 它就不是等于零 这条数呢 DSE就不会计算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希望那条数以计算了 我们就介绍一个很重要的能量 那能量呢 叫做nsp changer 那是nsp 我们用的符号呢 用个大阶H 去代替这个nsp changer就是delta ok 所以nsp changer就是deltaH 我们现在呢 将所有的化反应 都放在一个container 要container 要开盖的 其实我们经常都是这样的 是吧 整个bicker 混一些chemical 开盖的 整个task strip 混下去开盖的 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这个要记 考过很多次了 那我们开着盖 那会是一个constant pressure ok constant pressure 那通常是大气压力 就是一个ATM ok 一个atmosphäric pressure 知道吗 那如果你知道呢 就是work done 入到大学 我们发现work done 其实就等于 将pressure change in pressure 乘回那个volume 那如果现在说 pressure是不变 是等于零的话 那零乘以任何东西都等于零 work done就会是零的了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keep那个pressure constant 还要是最方便的 就是打气压力 ok 那这样就正了 那我们发现呢 delta e 就等于q 加w w呢 就等于零了 因为呢 pressure keep constant 就没有work done 那我们的q 就等于 就是q 就是刚刚刚刚一开波 我们学过的 就是mcdlta ok 所以呢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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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到之后 根据 物质不变 能量不变定律 出来这个 surrounding 的世界 的东西 其实就等于system 我们很难量的chemical世界的能量 其实就相等了 这条式呢 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最重要的地方 那 而那个的能量呢 我就叫它做delta h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ancipit 所以为什么不叫anergy呢 是不是 其实说了一大堆东西 为什么我们 我们低廉班用的anergy 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们会叫了另外一个名字 叫ancipit 主要原因 就是要把那个chemical量 量的anergy keep在一个constant pressure 令到整条数 是计得简洁一点 可以吗 那最后是希望达到这条式 就是希望chemical那个能量的转换内部呢 就等于我外部的mcdlta 才能量到的能量 好 那所以正式给我定义 ancipit change 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其实是heat released 或者ticking 所以是一个heat来的 OK 那看看增加力減少 是吧 enduring any change in a system 当然我们的system 说的就是chemical 是不是 进行化学反应的chemical 它究竟是放热还是吸热 OK provided that the system 一定要是一个constant pressure 量度到那个熱 能量来的 就是叫做ncipit change OK 那这个ncipit change 其实就是等于我们一路前面那几版 在讲的internal energy 也是chemical energy 是不是 那最后呢 就等于q 是不是 亦都等于mcwt 跟我写下 说了一大堆 有些同学呢 可能都还觉得 哇 哇 这些字眼 是不是 我们要浸 怎样可以在短短一个小时 里面 去拿到这个观念呢 是不是 去到最后呢 要找一个focus 原来就是delta e 就是等于delta h 等于q 等于mc 所以work done 要等于0 明白吗 那怎样work done 等于0呢 就是keep the system pressure 是constant 就可以了 所以delta p 等于0 pressure 不能变 ok 好 那我们开始进入到ensip 所以以后说到 其实基本上 整本书 3C本书 就是说我们今天34和35 我们就开始不拼命说energy 这个字眼了 因为energy太复复 太复杂 又要考虑work done 很麻烦 所以在chemistry里面 为了要我们的internal energy 等于mc delta t 就是等于q 我们就选择了用ensip 这个能量量度 就是pressure delta p 要等于0 ok 这个ensip 其实就是chemical 它里面的heat content 这些字眼是比喻来的 什么什么内容 其实这些是什么来的 其实这些 你捨得去 其实在我的笔记 有时没有这么正式说 我大胆点说 这些其实就是chemical energy 是不是 有时我们叫它internal energy ok 其实这些是system 但是幻化去到surrounding 因为根据能量不灭定律 surrounding 应该等于system surrounding 你能量到的是delta t 是吧 那么delta t 再乘回c 再乘回m 那个就是q 是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够敢说 这个就等于delta e 就是e条式 其实中间做了几个假设 很重要的一个law 就是能量不灭定律 ok 好了 那么你发现一个绝对的entery change 是一个chemical 里面有多少chemical 其实我们是很难度计的 对不对 因为其实根本你都不能塞进去 那些chemical那么小 是吧 你怎么计内的那些bond 你怎么定义能量 是吧 基本上是找不到 那我们唯一最擅心的是什么呢 是计到change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计不到的 对不对 计不到一个东西里面 总共有多少chemical energy 计不到 我们最擅心的是计到它的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 ensipid 这里一直在说的是system 我们在说的能量 一直在说的system system 就是说的chemicals 我们一直在说的chemical里面的delta H 其实很多时候它就会走出来 是吧 那它就会变成了Q仔 那Q仔就是mcdelta t 所以呢 我们其实这些不知道的 是吧 这些不知道的 那我们最擅心的是知这个 是吧 量度的 用一个phermometer 用一个phermometer 一量度就可以了 找到一个delta T 是吧 然后你又知道那种 上升温度那种东西 如果是水的话 就有水4.18的specificcapacity 你又知道用了多少水呢 你就找到一个Q仔 根据the law of conservation energy 它是相等的 是不是 出了来的surrounding的Q仔 其实就应该是来自那些chemical里面的delta E 也是等于delta H 我们只知道这么多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它退到多少呢 就是知道那个delta 就不知道 所以有些科学家 有些科学家很尝试去找 他就看哪些可以退掉 退到零为止 但是其实很难的 OK 所以the only value 我们可以merseur的 其实就是delta H 那你可以写下 delta H 就等于Q 就等于mcdelta T 所以圈下 所以你最merseur到的 其实就是来自delta T delta T 就是来自surrounding 可以吗 可以吗 而我们在说那些ensipy 那些delta H 其实是在说系统 所以 为什么surrounding 会是系统呢 还记得 是不是 就是因为能量不灭定律 是不是 不会多了不会少了 只会transfer 所以相等 好吗 好吗 我们早上的神粹 就是这里 好吗 好 接着 来了 第六条 CAMCO reaction 真的化学反应 在化学反应的时候 我们那些product 虽然我们认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说 如果product 的ensipy 就是那些product 里面有的ensipy 你可以怎么理解它 就是hits content 你怎么理解这个hits content 你可以理解为chemical energy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一个化学反应 product里面有的chemical energy 那其实它存了什么呢 其实存了两个能量 一个就是ke kinetic energy 和potential energy 前面有说过 前面有说过 internal energy 是什么 internal energy 就是ke 加上potential energy 就等于internal energy 是不是 不过说这些比较复杂 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真的计 我们发现 它反应完之后 是这个 反应前 reactant里面 又存了chemical energy 把反应后 前后product 和reactant相减 那个就是delta H 可以大过0 又可以 小过0 是吧 那就是放热 吸热 是吧 但是记住delta H 是在讲system 就是讲chemical 是吧 所以当chemical 它里面多了chemical energy 大过0 的话 那就是说 surrounding 我们计算到的温度 就会小了 是吧 小了 因为能量吸了进去 令到里面多了 好 反过来 如果delta H 是小过0 负数 那就是那个system 即是那些chemical 能量少了 那少了去哪 那便出来了 所以 就会出来了 所以在surrounding 那个温度 就会上升 对不对 sorry 不是delta 是温度下跌 还是上升 ok ok 所以 如果我们一个化反应 NCP 就是internal energy 加上work done 是吧 internal energy 其实就是Q work done 是W 是吧 但是我们不是很想计w 所以我们 in most cases 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dse的程度里面 w的work done 就当去0就可以了 ok 所以当这个等于0的话 很简单 delta H 其实就等于delta E 就等于Q 仔 亦都等于mc delta T ok 这个头尾 说了这么多板 说了五板 其实就是这个神粹来的 ok 所以我需要你知道 我们认识到那个delta H 在说的system 那些chemical 但是你会知道 你认识的温度是surrounding 那为什么surrounding 和那个system 是会相等的 是两个世界来的 外面世界和外面世界 那这个就是the 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是不是 所以system 就等于surrounding的能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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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10点给你们休息一会儿 好吗 接着去第六页 好 这两个字眼我们见过的 exofermic 就是向外的 fermic就是heat endol就是内的 是不是 所以就是向内吸热 向外放热 是不是 外放热 内就吸热 内就吸热 外就放了 是不是 就会放了 外就放了 好 所以exofermic 和endolfermic reaction 那你发现 如果一个system 是exofermic reaction 的话呢 那你发现呢 它进行化学反应的时候 我用一些 科技 进行化学反应的时候 呢 那个的 能量呢 就放了 出来 那你发现呢 那个 里面就少了能量 是负数了 negative 小过0 那那些能量 小在哪呢 跑了出来 那就会变成 Q仔 是不是 那当然它会变成 两个的 不过呢 在dxc里面 通常没有气出那些 那我们这个等于零的嘛 所以呢 就等于Q仔 Q仔呢 Q仔就等于什么 mc delta t 所以呢 这个delta t 通常呢 就会增加上升温度 ok 那所以你发现呢 上升温度就是正数了 正数出来的Q仔仔 那里面呢 减少了一个 所以你用这个 surrounding 和system的观念呢 你就会明白 那个想法 ok 那所以呢 你会在外面呢 所以你会在外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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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的蓝色好像冷了 其实不是冷了 里面的能量少了 但是呢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呢 我们感受到的世界 就不是那些 化学中的世界 我们感受到就是 它放了能量出来 我们感受到的世界呢 就是温度上升 你就会热了 所以你会发现 温度上升 这个观念很重要 ok 所以温度就上升 ok 那你要记一下 有什么反应 通常会放热的 是不是 比如说 煮食 烧 是不是 你通常越烧 越放热的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的Delta H 是负数的 这些全部负数的 那 System负数 那就是说 Temperature Surrounding 就增加了 记住 Surrounding 和System 是刚刚调转的 所以加上是等于零的能量 ok ok 第二个就是 Neutralization 酸碱中和也是放热的 另外呢 其实大部分化学反应 Displacement reaction也是放热的 如果大家也不知道 一个化学反应 给你呢 通常你都说 估计去放热 通常都九成就对了 我给你一个例子 就是Hand warm 是不是 其实就是把铁粉 和氧反应 生瘦 生瘦 生瘦的过程 会放热的 Q仔 放了Q仔出来 那你就会感觉到热 这些热包 ok 好 再举两个不是化学反应 就是chemical没有变的 no new substance form 例如 由气体变成液体 这个过程是放热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放多了Bond 是不是 放了什么 Hitroge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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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Hitrogen bond 所以开始有个观念 就是 为什么会放热呢 就是里面的能量少了 那里面的能量 为什么会少了呢 就是因为里面的chemical energy 少了 那为什么chemical energy 会少了呢 就是很多时候 会变成多些 stable的Bond 就是会 form more stable 或者strong 的Bond Ionic bond 也好 好 另外 把水 去freeze 由液体 就是水蒸气 变成液体 是吧 那这个过程 就会 形成了 Coin bond 是吧 写错 是吧 condensation 是气体变液体 是吧 所以freezing 就应该是由液体变固体 是吧 freeze 就是结冰 所以结冰的过程 也是会 会 会 会放热的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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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外这边 endofermic endofermic 就是吸热的 ok 当它吸热的时候 然后呢 你会发现 系统就会多了能量 对吧 所以是正数 ok 吸了能量 能量不灭 没有理多了 所以 我们就想 它在哪里吸引能量 就是在围的能量 所以围的能量 所以你感觉到的世界 我们活在的世界 就是围的世界 围的温度就会下跌了 ok 那么下跌的温度 其实就是 可以计算这条数 就是mcdelta 那么delta 今次的温度 就会负数 是不是 所以你计算到 那个热会少了 少了 就里面多了 所以里面 就多了Q 外面就会少了Q 所以正Q 加 负Q 就等于0 所以 这个DELTA的能量 这个世界的DELTA 的TOTAL Energy 是等于0 是不会变的 这个就是 The Law of Conservation Energy 好 所以你感觉到的世界 就是温度下跌 ok 那有什么化反应呢 这里跟我打十个星 要背 因为我说 通常大部分 你懂得的化反应 都是放热的了 所以呢 你最有效 去背 去分到 去放热 或吸热 就是背 很少例子的吸热 通常呢 要break bond 旁边 form more bond form more bond 呢 那 就会放热的 所以呢 当它break more bond break多些 bond 那它就会吸热 是吧 所以譬如cracking 就可以拆烂 那些 那它就会变成碎片 那这些就要吸能量了 所以就吸热了 另外 一件东西变两件东西 这些就是 是吧 由一件东西变两件东西 一件东西变两件东西 这些就是拆烂 是吧 那这些通常都会是break bond 那这些通常就是endopharmic 其实不多的 你记一记 这两个例子 另外呢 就举多两个 就是不是有化学反应 no new substance form physical change 那 例如将这种chemical solid 融入水 那我们发现它break bond 多个form bond 所以又是温度会跌了 surrounding的温度 其实说真的 温度都是surrounding 因为你怎么塞 之分没太多 就是 那些分量的分量 那些分量是这么小的 是吧 没可能 OK Evaporation Evaporation water 蒸发水 那它又是会吸热的 是不是 吸了一些能量 所以你流汗 蒸发了汗 你就会觉得涼快一点 再加上吹风扇 那会小心会病 所以就是一个 气候改变的过程 不如我们试试做一条 说完就明白了 接着我们就要做练习 做完这条给你休息一会儿 休息三分钟 Classify each of the following reaction 是Andofermic 还是Exofermic 第一是Burning Burning Methane Ch4 In air 最主要是Oxygen 我们要懂得翻译 Methane加Oxygen 其实你不懂得写 也不会做到这条 不过既然说到 不如同学一下 还记得我们3A本书学 Organic reaction 会和Oxygen Combustion 它就会出CO2 和X2O 这些叫做Complete Combustion Complete Combustion 只是出CO2 和X2O OK 如果Balance 在这里加2 这里加2 可以 OK Combustion Burning 都是越烧越热 还是越烧越冷 当然是越烧越热 所以这个就是Exofermic reaction OK 第二个 C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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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了 拆烂东西 Bick Bond 还是Forn Bond Combustion 多些 那是放热 吸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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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了能量 第三 Neutralization of Exit and Sodium Hydroxine Exit 最重要是H症 Hydroxine 所以孙简 中和便会出水 好 告诉我 Forn Bond 还是Break Bond 多些 正乎双吸 Forn Bond 所以 Neutralization 前面都告诉你 是什么 都是Exofermic 反应 方热 所以 Surrounding 温度 是会升高 是不是 Surrounding 温度 下跌了 第二条 Sherbert is a solid mixture of Sodium Hydrogen Carbonate 和Citric Exit 一只Solid的酸 加一个Solid Hydrogen Carbonate 有水才有酸性 没有酸性 没有酸性 没有反应 If you put Sherbert in your mouth 类似爆炸糖那些 一含入口的时候 遇到你Saliva 即是有水了 那你的口子马上感到冷了 为什么会冷了 是吧 为什么会冷了 Solidium Hydrogen Carbonate 遇到酸 这个Citric Exit 很复杂 不过溶到水 应该就会出Hydrogen Line 那就会变成 X2O和CO2 可以设定Ion equation 去处理它 进行这个化合反应的时候 究竟 为什么会感到冷了 感到冷了 感到冷了 就是温度 我们活在的世界 我们感到在口里 是低了 是不是 所以它的能量 是少了 是不是 所以Q 就是mc 虽然我们不要知道 口里面的 那些 那些细节资料 有多少Mask 有多少C 是不是 但是我们知道 是用这个去计算 是不是 这个Q 小了 应该就等于 能量的能量 但是现在我们感到温度低了 那就是说有东西吸引了能量 是不是 所以应该就是我们的口里的能量 被那些chemical吸引了 那就是说 这些chemical 有的能量 是多于这个 这个就是NCP的product 这个是NCP的reactant 是不是 那你发现reactant和product 你发现reactant的能量 应该就是 那个能量是高于product 那product应该高于能量的 那所以呢 它就会吸引能量 是不是 就是delta H 就是正数 就是加了吸引了Q 令到 surrounding 那个热就少了 是不是 就是令到system chemical的能量多了 是不是 能量不灭定 好 所以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呢 那你发现首先第一件事 有进行化学反应 所以那只exit 是不是 就加了水之后 就真的有hydrogen 有exit 有hydrogen 有水 有水 有酸性 接着就会进行反应 反应 就叫做endofermic reaction 所以我们的口就会感到冷了 是不是 但是其实都没解完 是不是 我说的就更详细 那冷了 所以温度的surrounding 温度就下跌 OK 那些能量去了哪里 去了system 那里 所以system的能量 就是正数 好 好 我们要用一下我们学的东西 如果不是只听 有时候就不是很捉到神髓的 在这里我们暂时休息三分钟 现在我的标是55分的 那我们58分就回来了 看看远的东西 和喝杯水 那需要去厕所 就尽快去厕所 好吗 有问题可以现在问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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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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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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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